老天人真是厚颜无耻 再次见到石浩竟然表示后悔当初的决断 甚至想要促成石浩与芸汐成为道理 书接上回 当石浩在一个小部落驻扎下来之后 他每天开始指点一群孩子进行修行 希望这个部落可以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这个过程中 石浩发现其中有几个了不起的天才 尤其是一位名叫阿寿的少年 称得上天纵之姿也不为过 十四五岁就能降凶骄 扶猛马 只身闯入山脉深处猎杀强大的骨兽 石浩用心教他也学得很快 因为他的父亲战死边荒 他很想去报仇血恨 阿寿曾经看到过一位强者 一拳轰落下吞天兽 他很喜欢那种大开大合的诠释 故此他请求石浩教他大鹏拳 并希望可以成为石浩的徒弟 虽然石浩没有收徒的打算 但还是决定将昆鹏拳传授给阿寿 就在这时 争吊成年强者的人来到了这个部落中 其中一老者望着石浩说道 真是了不起的年轻人都要开宗立派了 不过选在醉血十足收徒可不是明智之举 石浩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他知道来者不善 因为那正是天人族的老天人 多年未见 曾经只剩下一口气的老天人不仅没有作画 精气神反而还强了不少 他的身体依旧干枯 但有一股生命之火在体内燃烧 不再死气沉沉 石浩见状说道 看来前辈在地关内得到了造化 还能多活一些时日 老天人苦笑着回应道 我来到边荒是卖命的 要发挥最后的余热 如果刚来到这里就死掉 岂不是浪费了这一身修为 小友其实我非常看好你 也很后悔当初的决断 真的应该将芸汐嫁给你 让你入坠我天人族 石浩没有作出回应 因为天人族已经伤透了她的心 就是重提 那将毫无意义 老天人继续说道 或许你觉得我很虚伪 但我真的后悔了 若是如今我促成你与芸汐为道理 你可愿意 这样便可以改善你与我们天人族的关系 石浩仍旧果断拒绝道 前辈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吧 毕竟石浩也深知他与天人族很难重归于好 该族的季灵就因他而陨落 这是瞒不住的事情 老天人肯定早已知晓 果不其然老天人脸色骤变 低声说道 有些人与世一旦错过 就很难挽回了 尤其是我听闻季灵惨死 真是心如刀绞啊 石浩平淡地说道 这可不关我的事 那季灵年岁太大 竟然还敢费尽心力推演天机 结果白白把自己给耗死了 老天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 显然是在平息心中的怒火 若非因为这里是地关 恐怕就会对石浩大打出手了 紧接着老天人说道 小友 你进入地关有些时日了 算算时间也该接受征调了 石浩知道这是变相的征调 是故意针对他而来的 甚至想要置他于死地 可他相信这些人不敢真的破坏规矩 并且近几日 石浩也正计划着出关了 最终石浩跟随几位征调使 一同来到了地城的演武场内 他询问旁边的征调使 该如何才能洗刷十足所谓的罪欲罚 一位征调使冷漠地回应道 杀敌百人可谓十足一人赎罪 如今十足人口少得可怜 仅千余人左右 需要杀一遇十万强者 就可真正豁免大罪 紧接着又有一位骑士嘲讽道 过去十足人口众多使 想要赎罪的话 杀敌十万仅是所需的一个小小领头 现在对他们来说是种福运 或许真的有机会摆脱罪欲罚 十号抬头恶狠狠地望着此人 他的话语明显是在奚落十足快要灭族了 对方继续说道 不用这样看着我 我叫金志飞 是金斩的巴叔 你离我还太远 想挑战我的话还需要很多年 十号冷淡地回应道 不过初步踏入掌我镜 有什么值得自傲的 若是真正生死一战 指不定谁会被镇压呢 金志飞也是没有想到十号会如此霸道 于是嘲讽道 我可以认为你在挑衅我吗 区区一个刚跨入虚道镜的小修士而已 怎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 这时领军的骑士大喝道 不得在此放肆 有本事就都给我去战场杀敌 窝里反算什么本事 骑士领军的这位骑士 也是有些看不惯金志飞主动招惹是非的态度 但又知道金家不是善茶 尤其是金太军对族内的天台后代 格外互犊子 旁边又有一位白石骑士说道 我看内部不闻也不好 不如就让他们在演舞场内切磋一番吧 领军骑士思索了片刻后 答应了这个提议 但必须点到为止 不能重创对手 金志飞文言大笑起来 他自然没有将境界低于自己的十号放在眼里 有人轻叹道 虚道境挑战斩我境 荒太容易受击 注定要吃大亏 要知道斩我境的生灵 在九天十地就算是少有的高手啊 估计也只有顿一境 和至尊境的人可以出手镇压 而后金志飞问道 即将出征 不妨我们速战速决 各自动用神念一决胜负 你看如何 十号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答应了下来 金家有人低声说道 老八赢定了 绝对可以轻松压制荒 甚至可以做到让他原神崩裂 这辈子都抬不起来头 传闻金志飞在幼年时 误视过一株举世稀有的养魂神草 他熬过了神药的冲击 并得到族中高手相助 原神变得格外强大 而当年金太君更是清静族内各种神道资源培养金志飞 若非是后来金斩出世 在金士法的修为上镇骨朔金 这金志飞恐怕会成为近代金家的灵魂人物 此时两强相望 彼此间有雷霆在隆隆作响 便胡在剧烈跳跃 许多人都为10号捏了一把汗 如此年轻有为的修饰不该再次受挫 如果真的原神对决出现问题 那么将会对他终生造成影响 故此领军骑士又强调了一遍点到为止后 才宣布了这场对决的开始 回头发行